由金汤池负责人联合了10位来自台北、台中、高雄、花莲以及香港的艺术创作者 呈现以海洋为主题的金药日连展活动 透过不同的媒材例如木作、陶艺、摄影等方式 展现了海浪和金屯元素的作品 展期到5月11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前往欣赏 由金汤池负责人张义联合10位来自台北、台中、高雄、花莲以及香港的艺术创作者 呈现以海洋为主题的金药日Wale Breaching Day跨领域连展 24日起在Chalka Chalka Chalka咖啡展出 日前邀请艺术家们齐聚各自交流创作历程 金药日音如日文的星期五金药日 象征这次连展一群海洋系创作人仿佛鲸屯要出海面的日子 这次的话是我们这边主要是作为场地的协力提供 然后一开始是由金汤池的负责人张义 他去串联了10个对于金屯海洋有相关议题的创作者 进来一起办这次的连展 这一次的展出内容其实有包含像是摄影、陶艺、绘画 然后还有木器的创作 那这些创作者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然后甚至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香港直接寄作品过来一起参加连展 其实生活在花里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跟海洋是息息相关的 那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朋友都跟海有密切的接触 那这次的创作其实是以海浪跟金屯为主角 然后透过不同的媒材一起来联合创作 那其实因为现在今年刚好碰到了疫情影响 像是我们这些小商家也会因为配合疫情的关系 减少店内的座位 那有一些朋友他们创作者是常常跑市集的 那其实多半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不妨我们就把释出的空间 一起配合这样子的活动 那也可以让就是还可以来店里面的常客们可以感受到 新鲜的事物 然后对于常跑市集的创作者来讲 也不会因为疫情影响而中断了他们的创作 以海浪和金屯为主角 示威创作者用不同的媒材 包含木座 摄影 水彩 陶影 蓝染的方式 各自呈现金屯要出水面或在海洋悠游的精彩生命力 也希望借此提醒民众关注海洋生态的环境议题 展期至5月11日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前往Chok Ch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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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ffee 2楼 感受这些创作者的艺术能量 记者蒋方燕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